而我的世界人得有房子呀对不对 你不盖家没有归属感 咱这大豪宅非常的好用 来进屋抬头 这个世界都是你的 哈哈哈哈哎非常大的豪宅 然后我们把这些熔炉放好 这个家就算盖成了 在至真泰坦这种生存里边 既然都说了 要打知音泰坦知星知龙 那普通装备肯定是扛不住的 对不对 夜风的高山大豪宅 那么我们现在需要得到强力装备 最快的速度是什么 没错就是去拔草 哎拔草 咱们周围可能没什么草啊 就这么几根 它也不会掉出我们想要的好东西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草原了 像这种特别多的这种地方 哎就像这种地形 看见没有 掉了掉了四叶草 一个四叶草 一万亿吗这是啊 朋友们啊就一颗四叶草 非常的贵啊 感觉四叶草我一会儿放上画桌里 我应该是玩不起的这东西 直接真的是一万亿 我去 先开三个 得到什么了 爱德曼合金 黑钥匙水晶斧 爱德曼合金是不是能做装备啊 让我们来猜一下 这攻击力16点 哦 这个黑钥匙水晶斧 没有我身上的好 真的可以做装备 防御力还这么高吗 哈哈哈哈 我顺便一会儿想做一套爱德曼了 朋友们啊 先拔点草 多搞几个幸运的四叶草 这比幸运方块可好玩多了 这个 哎呦六个了 朋友们六个 六个四叶草 我先开一下 两瓶药水 可以看背包的里边有什么东西 我背包里好像有最终之剑 但是这个等级只是二级的 二级最终之剑 二级最终之剑 伤害不是很高 一千多 打太坦还是不太够的 骑士金属钉 没什么用 这边草也不够多 我们再往草原中心位置走一走 哎 往里边走一走 两个四叶草 四个 哇 八颗了 我要攒十几个 我要攒十几个 十一个 咱们来个吉利数字 呃 六六大顺 哎 十六个行吗 那就十八个 他怎么还突然就变十七个了 再多一个 行吧 十九个啊 来来来来来 看看背包里边有什么 对了 我想起来了 咱们 等会啊 四叶草不能这么开 把背包占满 因为这个里边 它有很恐怖的东西 我们尽量让道具 掉在地上 然后我们选择剪或不剪 知道吧 别问我为什么 咱们处于长记性 鸡钻头盔 比X光头盔要厉害呀 不是啊 哥们 就一个头盔 我左边的夹城都夹满了 夜市防火 保守 这装备这么狠吗 这只是一个基本装备啊 上面写的 基本装备 来来来 背包里看有什么能卖的啊 这种护符 啊 六十多 五是太好的东西 全都卖进去啊 全都卖进去 剩下的就全是破烂了 哎 破烂咱们就给它扔掉 记住啊 四叶草咱可不能愣开 像刚才我们那种 直接在背包里开的是很危险 突然想起来 还好我想起来 不然咱们这个系列就 又莫名其妙截坑了 我跟你说 哎 旁边的草也不是很多呀 希望一会儿 我们能随机到一个大草原 或者有什么 能增加EMC值的那种道具 你知道吗 四叶草 它能开万物 咱整个包里有的东西 它都能开出来 所以我希望它一会儿 能给我搞出一个 增加EMC值的 生产EMC值的道具 又来了啊 现在我们要把背包先拉满 然后把这些道具放在地上 对吧 这样安全的粉 然后从这挑 二重压缩煤炭块 这是钻石 寒冰弓 没用 鸡刷怪弹 我们要泰坦的还可以啊 哦 黄岩套装 我觉得这应该是很强力的装备 让我来看一下 能卖啊 能卖 咱们先卖了 然后再拿出来 看一下这个套装 把钱 哥们你认真的吗 头盔戴上 胸甲戴上 褲腿戴上 骑子戴上 现在我穿了全套装备 防御力来到了24002 血量直接到达2400 哎呦我的妈呀 感觉比这个鸡钻还厉害呀 这鸡钻瞬间就不香了 兄弟们 瞬间鸡钻就不香了 看来咱们这四叶草 开得好啊 再开一个看看 这什么 品红色玻璃碎片 黄色物质块 这应该很值钱吧 哦 果然 哈哈哈哈